這個可能要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來做個解釋 我們先從天后來說取 我們現在三月份到十月份 有天然的景色 所以說目前有很多觀光客到澎湖來 一年差不多有五十萬的觀光客 所以說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飯店都客滿 可是為什麼到冬天就沒有觀光客 因為起風 風的原因 所以說造成我們觀光客到澎湖來 沒辦法玩水上的活動 還欣賞海上的這些美景 所以說我們才需要有一個博弈事業的 一個觀光幻店裡面的複色這個賭場 然後吸引這些觀光客來 彼補我們中間的空窗期 所以說才冬天就會 無形中觀光客才變成一個 全年無休的日期 不然我們目前只有夏天 有觀光客冬天就沒有 再來我來解釋我們目前的所有的客戶運 我們目前的機場 在之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有規劃五期的工程 因為民進黨執政之後 只建設到現在只有一期半 所以我們當時規劃到 甚至說七五七七四七的會機都可以 有將近五百萬的公安客的人口 經過會機到澎湖來 再來我們的馬空港 目前也在快艇 快艇部隊的整個要做牽引 現在立新郵輪的碼頭 停靠的那個碼頭 也要加長六十米的一個突體碼頭 然後延伸到那個炮彈 炮彈基地那裡 未來的整個交通流量 只要這裡興建完畢 然後馬空港的 會運的部分 移到尖山碼頭 然後純粹馬空港 變成一個客運港的時候 我們一年也可以容許到 一千萬的人口到澎湖來的 一個運輸量 再來我們目前的電力 有一個火力發電有十二萬千瓦 然後一個風力一個一萬千瓦的用電量 所以說我們目前的 再加上未來的民國一百零一年 海底電纜做好 我們同時間在一天裡面 可以供應五十萬的人口 在澎湖居住的電力 再來我們的水的部分 現在有一個三千噸的海水動畫場 還有六千的 還有目前準備完工的一個五千噸的 一個海水動畫場的一個設施 足夠同一天的時間 有可能目前有二十萬的人口 未來我們也希望在五星級飯店裡面 他也要互設這個相關的海水動畫設施 所以說我們應該可以在同一天的設施裡面 觀光客可以容納五十萬的人用水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去解決 還有另外的我們鄭先生 鄭明修 鄭教授所說的污水的部分 我們現在縣政府已經大力 一直在擴建這個污水下水道 還是污水的一個處理設施 現在目前已經都已經開工了 未來在三年後 旁入的所有的水溝跟地下化的 這個相關的污水設施設備都會完成 所以說會解決我們的這些污水問題 好 謝謝議員 因為你對澎湖實在太了解 所以我今天說 我們一直說下去 其他人大概沒有辦法好好談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林老師 剛剛陳議員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勢在人為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包括機場的加強 跑道的加長 還有說整個交通的建設 還有水啊 電啊 污水 這個其實現在都積極在規劃在做 另外剛剛陳議員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當然大家都知道冬天澎湖很冷很冷 正是因為這樣 如果觀光這個賭場設了之後 就可以在冬天的時候帶來更大量的觀光客 彌補這種季節性的這種天然的限制 林老師你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還是不行啊 澎湖的腹地 澎湖的地理條件 澎湖的水電目前都是不行的 那有什麼觀光客要說 好的地點不去 要來一個有風的地方 有很好的條件 就是澎湖 其實不是應該發展這種 博弈條例 南岳里島建設條例 就是左偏啊 他就是應該要照顧里島的基民為優先 現在變成要觀光為主又變成賭博為主了 那就是左偏了 所以我感覺剛剛陳顧問有講到 澎湖不是涉賭場的第一名 我很贊同 澎湖是應該小而美 他做生態觀光 做綠色能源觀光 做風的觀光 做海洋資源 這種自己特色的 我說到不要超風的 他沒有觀光客 你你要開賭場 الف说例 林老師我打個菜 我因為我們時間也不多 我要請教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現在一定是支持的 說支持反對的說 反對 大概也很難去改變對方的立場 所以現在這個議題呢 現在包括澎湖縣政府 以及中央就說 不去公圖 公投結果就表示全現的立場 我要請教說 如果接下來這幾個月 來辦澎湖縣市府要興建觀光賭場的這個公投 結果出來了之後呢 不管是最後支持或反對 雙方是不是能夠接受這個最後公投結果 林老師如果最後出來是說 還是超過一半的澎湖居民說要蓋賭場的話 反方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還是不行 我不能接受 因為他是自己為博弈而設立的公投 如果他這樣公投過了去同意的話 我希望速發高 而是也要跟著同樣的這個比例來的條件來開發 林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公投會導致更大的這些影響跟爭議 我要請到警官 同樣問題我要請教你 如果超過一半以上的澎湖縣民反對設置賭場的話 那支持要設置賭場的話能接受這個結果嗎 我做個解釋 我是覺得在一個公投之前 應該政府要做個宣導 讓賭場的利弊 讓所有在地居民了解 然後他覺得說我是不是這張票為了要投下去是贊成以反對 才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結果 可是真正的結果真的投出來 我認為到時候真的是反對的比較多數 我們 我會建議現在我們是不是重新考慮沒有賭場的另外一個生活方式 還是另外一個整個開發建設 可是我們已經一路走來好幾十年了 到現在我們也一直在推動觀光 也地方產業 可是都沒有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是希望賭場 然後博弈事業能帶動澎湖的未來觀光 好 謝謝議員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四位來賓這樣子支持 也謝謝說今天我們這樣視訊連線還算不錯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請繼續收看有話好說之NGO觀點 接下來請欣賞澎湖的美麗的風光景色 屁蔽永好 明天請再嘗試äng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